Hello 歡迎來到新西伯治史坦 繼續和大家講兵種和陣法的影片 其實史坦不是要顧龍門虛的 只不過有時候影片太長 大家可能五分鐘未必聽得完 斬開它一點大家可以聽得舒服一點 有人說三騎是優勢 你玩三騎我就玩三槍 你玩三槍我玩三巡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上帝的陣式 因為其實和陣法的使用是綑綁在一起的 你升了兵種不升適合陣法 其實都未必能發揮到心目中最理想的效果 首先我們看看 史坦是特別的例子 人氣我取 人玩那些我不玩的 三騎是厲害 我就是不玩三騎 人家說哪些假虛一定要有的 我就是不玩假虛 包吵我頸我輸就輸 就以史坦練追行陣為例 這張行陣並不是大陸上大家會練的陣式 張行陣先看看數字 盾兵會加六血 槍會加攻 而攻會加血 陣式共鳴就會武力加十 陣式雙黑就是這些 當我們啟動了這個所謂的陣式上面 其實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其實他加的那個屬性 正正是兵種提升你們主要留意的數字 所以如果你是玩三騎 或者你們是玩某些特定的陣式 騎兵上面看到就是加攻和加血 於是大部分玩三騎的人都會偏向某個陣式 這個陣式就是會令前排的騎兵加攻加血 將騎兵的優勢擴展到最大 史坦就是玩關羽或者槍擊系 所以你看到我就選了一個槍會加攻的陣式 盾會加血的陣式 希望坦在前面的盾幫我的關羽或者金靈 拖延多些時間去帶出多些輸出 這個不代表一定有百分之百優勢 為什麼呢?因為你還有陣式雙刻 史坦這個陣式是很偏心的 因為我純粹是為了關羽去服務 所以你看我的帳戶純粹看看就好了 千萬不要學 我的陣又不是你的陣 我的武將又不同你的武將 我的寶物又不同你的寶物 我的馬又不同你的馬 所以大家如果想穩陣一點 或者想經常聽到什麼三騎 公宣讚召魂馬超流 又或者是統率流的 比如說小喬、曹人等等等等 其實大家可以參考一下不同的文章 或者參考一下你們朋友 或者你們群組裡面的說法 看看自己的武將、自己的寶物 配合起來,拿他的陣法加成 再加上兵種提升的時候 可不可以發揮到淋漓盡致 有時候大家都用公宣讚 但是為什麼人家的公宣讚是比自己的一隻 或者大家都是用金鈴 為什麼你的金鈴會比我更大呢? 就是因為推出了冰種和陣式之後 有很多細微的位置加強了 如果你一時之間沒有留意 或者一時之間練錯了 那你就會有少少落後的情況 但是因為三個字有一樣東西好 全部東西都會封頂的 追到的時間問題而已 安慰一下大家 也都安慰一下自己 有時候 唉 選一條不一樣的路都很辛苦 我現在經常都輸 沒辦法啦 試一下 好,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